启示六十二章三至六节 妇人就逃到旷野 在哪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 使他被养活一千二百六十天 原来启示六祖尔预言 踏入世界末后七年大灾难时期 当合资格的基督徒 即是这位妇人的孩子被提之后 地上必定只剩下最少一千二百六十日 即是四十二个月 约三年半的时间 让所有未能准时被提的 所谓基督徒和世人 能够在余下的三年半时间 但成为启示六第十一章所统称的 两个见证人或者两个无依人 启示六十一章一至三节 有一根位子刺及我 当作良读的像 且有话说 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 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 只是殿外的丸子要留下不用量 因为这是吸了外邦人的 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 我要小我那两个见证人 穿着无依 传到一千二百六十天 穿着无依 原文是穿麻衣的人 在以色列的节旗属罪日里面 以色列人会为着最后的悔改机会 而披麻蒙灰 穿麻衣十日向神认罪悔改 求神赏免他们的罪 所以当妇人的孩子被提之后 接着会出现穿麻衣的人 其实这是指导一群未能准时被提的人 或者只是挂名的基督徒 他们自知自己 已经错过了首批基督徒被提的机会 因而沦落到留在地上 度过最后的三年半 即一千二百六十天 故此 这些人打从心里更加迫切 披麻蒙灰 把握最后的机会 认罪悔改 为求在七年大灾难完结之前 神会赏免他们的罪 重新接纳他们 进度永恒 然而 在2015年3月22日 2012荣耀盼望第267篇主日信息中 又说牧师再重申 在接下来 当基督徒被提 就是那些在地上尽心竭力爱神 紧紧跟随主耶稣带领的基督徒被提之后 传留在地上的人 又怎能够在仅有的三年半之内 准确地判断谁是谁非 又怎可以在短短三年半的时间 准确地预备好自己 100%肯定自己可以持守三年半的时间 使神再重新接纳他们 实在三年半 即是1260日 对于信仰乃是一段非常短暂的日子 中观过去2000年新约教会的时期 甚或近600年基督教的发展 除了既有的新旧约圣经之外 又岂有其他的经卷 著作 教导 被整个世代一致认同和接纳 甚至 时至今日新旧约圣经仍有不少经卷 不单止没有受到一致认受 而且 还遭到新神学派 和著名神学院批判和否定 所以 除非出现神超自然参与 和非常明显的印证之外 真实的情况 原来是在短短三年半之内 这些全留在地上 因为不冷不热 不熟练圣经 未能够赶得上准时被提的基督徒 又怎能够在再没有任何优秀的牧师 和基督徒栽培下 可以准确地预备好自己的信仰 避开各种撒旦的迷惑和欺骗 在七年大灾难完结的时候 迎接主耶稣基督在来 审判迪基督和接受666收印的世人 从过去历史中 神应验折旗的方式 亦让我们可以从中认知到 接下来都会以一模一样的方式 使最后的折旗应验 原来 就好像2000年前 主耶稣为了完成神所预定的救赎计划 不单在如月节 成为待罪羔羊 钉十字架 死了且复活 甚至 主耶稣为免整个人类的信仰遭到错失 或者忽略了旧约摩西的律法 先知的书 和诗篇上所记载主耶稣的预言 因此 主耶稣在復活之后 刻意以一个復活的身体 40日向门徒显然 向门徒解明旧约律法和节旗中 所有记载他第一次降生在实的奥秘和经文 让门徒能够写成四卷福音书 详细基述主耶稣的事迹 并且理解主耶稣如何准确认验了旧约的预言 直在福音书 令后世能够准确认定主耶稣 即是神的儿子 为人类独一的救主 从而认定救恩 卢教福音24章44至45节 耶稣对他们说 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 所告诉你们的话说 摩世的律法 先知的书 或诗篇上所记的 凡指在我的话 都必须应验 于是 耶稣开他们的心笑 使他们能明白圣经 此外 主耶稣为使后世的基督徒 能明白新药的奥秘 有特意向众未信主的法利赛人素罗 即是后来成为新药仕途的保罗显然 并且巧妙地带领他成为一位基督徒 缺制受洗 使徒行转九章1节6节 素罗仍然向主的门徒 口吐威吓凶杀的话 去见大祭司 求文书及大马式的国会堂 若是找着信奉者道的人 无论男女 都准他捆绑大到耶路撒冷 素罗行路 将到大马式 忽然从天上发光 四面照着他 他就跛倒在地 听见有声音对他说 素罗 素罗 你为什么逼伯我 他说 主啊你是谁 主说 我就是你所逼伯的耶稣 起来 进成去 你所当作的事 必有人告诉你 士图行转九章十七至二十节 阿拿尼亚就去了 进入那家 把手按在素罗身上 说 兄弟素罗 在你来的路上 向你显现的主 就是耶稣 打发我来 叫你能看见 又被圣灵充满 素罗的眼睛上 好长有轮 立刻掉下来 他就能看见 于是 起来受了洗 吃过饭就健壮了 素罗和大马式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 就在各回堂女宣传耶稣 说他是神的儿子 甚至 普世权威的圣经学者都相信 主耶稣曾经有一段时间 以复活身体 向士图保罗显现 亲自训练和教导他 认知新弱的傲辟 包括 士图保罗未有亲身在场的圣餐教训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 愿是从主令受的 就是主耶稣被买的那一夜 拿起饼来 足够尿 就抹开 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写 有古卷抹开的 你们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原来 早在新弱教会初期建立的时候 汪朝神的计划 需要让主耶稣亲自而復活的身体 向门徒和士图保罗显现 目的 是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 贯通旧弱的傲辟 确定主耶稣基督的身份 和他所传讲的教导 又赞写多封新弱的教会书信 写新弱的信息能够遗留下来 好让神宝贵的信息 神的话语和启示 藉着新弱教会得以延续和广传 既然早在二千年前 新弱教会建立初期 连主耶稣都曾经多次以復活的身体 向中门徒显现 明正新弱书卷的教导 和福音书内 详细技术主耶稣的事迹 让众多新弱的圣徒和初信 在最短的时间内 可以肯定新弱书卷的教导 乃唯一的真理 使新弱教会得以扩展 全都地极 让万人得救 相对地在接下来的日子 当地上所有爱主 合资格的基督徒被提之后 与昔日主耶稣基督一模一样 按神的计划 都会出现一套完整齐全的教导 类似2012荣耀派望信息一样 当基督徒被提之后 这套信息会导致很多人能够分辨中间 判断谁是谁非 避开666受印精片 以及地上种种的阴谋和骗局 甚至藉着2012荣耀派望信息 在三年半里可以准确避难 正如主耶稣也是先从小孩的样式成长 慢慢经过一个程序 肯定他所分享的是离至神 以及慢慢肯定自己的身份 同样在这几年间 神不断印证2012荣耀派望信息的真确性 肯定了我们的身份 故此将来能够准时被提的教会和基督徒 都会和主耶稣基督一模一样 拥有复活的身体 向未能被提的无意人显现 明证这套信息的真实性 鼓励他们持守三年半 即1260日 让他们能够紧紧赶得上 预备好自己的信仰 避开敌基督的迷惑 在七年大灾难完结的时候 迎接主耶稣基督再来 这个现象正正就是吹角节的预表 提醒世人需要时刻警醒 启示录12章5至6节 婦人生了一个男孩子 是将来要用铁像核管万国的 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 婦人就逃到旷野 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 使他被养活1260天